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初期 路透社3月5號發表特別報告說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初期 中共政府保密處理的手法 與遏制非洲豬瘟時的失誤 有著令人不安的相似之處 但是人類感染的風險卻更高 路透社通過調查發現 非洲豬瘟得以迅速傳播 是因為中共系統性的壓制疫情報導 例如反應遲緩、否認疫情或輕描淡寫 不將農民上報的疫情列入官方數據 對民眾封口等 而這些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也同樣出現了 當疫情剛在武漢爆發時 中共當局向民眾保證一切都好 目前已至的第一例死亡發生在1月9號 是武漢一名61歲的男子 但當天官方沒有通報 之後沒幾天中共當局又表示 病毒已經得到控制 沒發現人傳人和醫護感染 但不到兩週 武漢就突然封城 中國幾乎全部省份都陸續淪陷 另一方面 最早披露疫情的8名醫生 被警方以散播謠言為由傳喚、訓誡 那麼他在政治上他就等於說是犯了錯誤 另一個相似的處理手法是不檢測就等於沒有 河南有6個豬農告訴路透社 他們在2018和2019年上半年都上報過疫情 官員有時候來幫忙處理死豬 但從來沒有做過病毒檢測 而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 大量患者抱怨他們得不到確診 只被當作疑似病例 才經歷一篇報導顯示 這些患者死後也是統計數據之外的人 路透社的報告還說 瞞報、給受災豬農提供的補償不足 以及限制豬肉運輸和屠宰的措施执行不利等情況 使非洲豬瘟病毒蔓延到威脅全球豬農的地步 繼中國之後 亞洲10個國家都爆發了非洲豬瘟 澳大利亞去年9月的一項研究發現 澳洲機場和港口沒收的 亞洲旅行者攜帶的肉類產品中 有48%含有非洲豬瘟病毒 與此類似的情況是 新冠肺炎爆發初期 許多患者自費拿藥、打針 連醫院也急缺防護物資 但官方紅十字會反應遲緩 同時武漢封城前有500萬人逃出 即便在23號封城之後的五天裡 仍有1.88萬人從湖北 特別是武漢到達溫州 1月13號起 泰國和日本等國家陸續確診了 來自武漢的輸出病例 紐約時報3月7號的統計顯示 新冠病毒已經侵襲到全球至少83個國家 導致超過10萬人患病 在全球拉響警報的今天 中共聲稱國內的疫情開始下降 不過 湖南民眾陳女士並不相信 她表示 什麼時候中共高層 放心的出來活動 恢復開兩會 才代表老百姓可以鬆一口氣